张三不敌焰 给他一个最强律师的称号 他能把原稿律师送进去 他只需畏微出手 便能让观众齐的你背叛三年 他就是号称法外狂徒张三的罗翔 为什么罗翔被称为法外狂徒 因为他敢对警官说 如果想变人渣 我比大家都有这个前途 而且说句心里话 我变人渣 警官是抓不到我 警官是抓不到我 罗翔不但法律支持渊博 台杠也是非常一流 中国历史上有秦朝吗 你凭什么认为有 你去过吗 你确不确定你是你跌生的 你做过DN鉴定吗 即便现在做过 你确不确认你跌是你跌的跌的跌生的 你也不确认 有着专业团队称号的张伟律师表示 如果让我去跟罗翔打一场的话 恐怕我再去学两年半的法律 也逃不过被他送进去的结果 著名评论家迈克阿瑟表示 我评价过数百部大型纪录片 但唯独罗翔这部 即使你给我点上三点 我也不敢评价 此话一出 迅速引起世界各地张三的广泛关注 罗翔究竟是谁 为何连迈克阿瑟都不敢评价 大型纪录片 法外狂妇张三 持续为你播出